好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反攻又有捷报了新收复扎波罗热南部的另外一座村庄 泽勒斯基也证实反攻有成 并点名在阿夫迪夫卡方向进展顺利 至于关于新卡霍夫卡水坝被毁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根本就是俄军所为的 乌克兰军方公布了一张水坝被毁前的无人机空拍照 指出当时大坝上停了一辆满载爆裂物的白色轿车 位置就在俄军所控制水坝最初的爆破区域 乌克兰东南部又有村庄飘起无国旗帜 乌军反攻 捷报连连在阿夫迪夫卡也有好消息 为了扩大收复范围 乌军出动攻击直升机和战机从空中加强施压 只是附近的俄军还是顽强抵抗 现场不时传来密集炮火声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另外深入巴赫木特前线正好 亲身感受周围人在激烈交火 不过现场乌军也做好准备从多方向突袭之外 也从空中锁定俄军位置展开精准打击 尽管不想承认失去多做村庄 但更多的证据摆在眼前 这处小村已看不见俄军的影子 而原本镇守在这里的甚至是一堆囚犯兵 专家调查 新卡或富卡水坝被毁 认为幕后的元凶几乎可确定是俄罗斯 证据之一包含这张乌克兰无人机拍下的侦察罩 指出爆炸前曾有一台可疑的白色轿车现身水坝附近 上头疑似满载爆裂物 地孽薄荷东西两岸救灾工作忙不完 这几天更陆续巡获多具逃生不及被淹死的受害者 目前俄乌两边通报死亡人数各自多达十几人以上 不排除还会发现更多的遗体 专家分析 无知必须反攻到让俄罗斯感觉会输才有效果 但两个国家战争前军事开销差距达十倍之多 也不排除普京还会想投入更多的士兵到前线绞肉机 占个尼斯沃河 因此西方坚定的军援仍扮演乌军反攻的重要力量 聪明战术之外还是得靠军事实力逼普京认清现实结束战争 水新闻 宋核布达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乌军两条战线攻势严重受挫折损超过一千人 恐怕是乌军反攻开打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天 俄军对状况还是蛮乐观 认为说乌军难以突破他们的防线 总统普京还威胁说如果西方再给坦克战车 自己也会卷入战火 普京还退回非洲国家提议的和谈草案 拒绝交出占领土地 只要有风吹草动 俄军士兵先开火再说 绝不让乌军跨越豪沟防线 话还没讲完激烈枪战又开打 俄军死守乌冬防线 试图挡下乌军大反攻 就连较少深入战场的卡52直升机 也登场猎杀两辆乌军的装甲车 可能代表乌军的野战防空有漏洞 让俄军逮到机会反将一军 俄罗斯国防部说过去24小时 双方在扎波罗热以及盾内刺客激战 还说乌军折损超过一千人 恐怕是单日最严重挫败 趁乌军还没站稳脚跟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度威胁北约国家 若继续送坦克战机给乌军 难保西方不会卷入战火 只是普京最近仿佛大怒神上身 日前他接近来访的非洲领袖团 暴弃打断南非总统发言 普京对南非总统代表提出的 五二十点和平协议越看越生气 批评内容错误百出 他绝不签字 只是南非总统才刚刚答应 若普京到南非参加金砖峰会 绝对不会逮捕他 现在他却跟非洲领袖一起当小学生 听讯脸色难看到不行 无奈斡旋努力付诸东流 其实上周五非洲领袖先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就是要跟总统泽伦斯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 还不巧遇上俄罗斯空袭轰炸 冒着生命危险 好不容易取得泽伦斯基的初步背书 满心期待有进展 结果到了莫斯科 普京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有够吃力不讨好 摊开非洲国家提的十点协议 主张乌俄尽速展开和平谈判 暂停交战 非洲国家盼望能够先解决粮食危机 确保股物化肥出口 还提到主权人民的归属 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 可能就是这段话让普京很刺眼 因为联合国宪章 明文禁止武力夺取领土 那2014年病吞的克里米亚 半岛不就得乖乖兔还给乌克兰吗 克里米亚是不特别的 它是这么多属于乌克兰 像巴西亚或狼义 这战争在2014年开始了克里米亚 这战争必须结束了克里米亚 这战争必须结束了克里米亚 乌克兰坚持底线就是俄军 全面撤出占领土地再来和谈 现在要靠反攻斩获争取筹码 不过此时俄罗斯南部 紧邻乌克兰的布洋斯克 又传爆炸声 一座施工中的军医院 突然起火燃烧 尽管无人伤亡 当地民众议论纷纷 一度以为又是乌军发动跨境袭击 不过后来当局查无外来因素 证实虚惊一场 TW 选择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两年多后 访问中国大陆 也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指迪回声呢 相信用线交给资论记者陈向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18号跟19号的时候前往北京 19号的时候 见到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看一下彭博社的分析 他认为布习会 这是否代表着美中关系 渴望指迭回声呢 再来看一下 其实在见到习近平之前的时候 布林肯他先跟大陆的外长秦刚 会谈了5.5个小时 其实是不算短的时间 来看一下两个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 包括了有效管控的分歧 以及推进了美中两国的对话交流 以及保持着两国的高层交往 好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当然大陆也会重申了 在台湾的问题上面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 好 那么有了这一次布习会的话呢 来看一下大陆非官方的这个智库 也就是全球化智库的创办人 他就认为说了 美中关系这个紧张气氛呢 有没有渴望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获得一些缓解 那么看完了国际消息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话 欢迎您扫描这个QR Code 给您更多更新更快的TVBS新闻 布林肯两天的访中行画下句点 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 布林肯表示双方谈话的内容 非常坦率深入 只是也还有许多要更努力的地方 针对台海的议题也强调 美国遵守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仿中行第二天 终于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 谈了90分钟 被视为是这趟最重要的任务 布林肯也立刻召开记者会 说明成果 不过和习近平见面时 只见习近平坐在横排中央主席位 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中官员 则分座左右两直排 位置安排的有点巧妙 而两天的仿中行落幕 美中双方在一些重要领域上 还是有分歧 时间在往前一天 布林肯在与大陆外长 秦刚会谈时 两人长谈五小时 只是实质进展非常有限 达成的共识 恐怕只有这项 从双方发出的声明 可以看出 布林肯表示 美国将始终捍卫 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但中方的声明 则强调台湾议题的重要性 秦刚甚至还表态 台湾就是美中关系最严重的问题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 也特别回应 除了台湾问题 有如核弹 一触即发 专家点出 美中之间的分歧 还包括从川普时代开始的贸易战 就结下梁子 尽管外交降到冰点 但美中之间贸易密切 许多企业家忧心 双方如果脱钩 对谁都没有好处 从最近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苹果执行长库克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这些美国企业大老板 接连仿中就可以感受到 商界对大陆市场 依旧非常重视 而这次布林肯仿中 除了商业意义 最重要当然还是要重建 与大陆的沟通管道 外界分析 其实美中的接触 是比想象中积极 也都在寻求稳定双边关系 只是眼界人士发现 从布林肯抵达 没有任何的欢迎队伍迎接 也没有红地毯 被冷落的感觉写在脸上 布林肯主动要求来的仿中行 还好又见到习近平 两国关系 荣斌就有了希望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